北京的這個餐飲今天是9號 剛通知了可以堂食了 今天上午高高興興的就幹了半天 又通知不讓幹了 北京從週一剛開始逐漸復工復產 但還沒扛到週末就破工 天堂超市酒吧成為新一輪疫情的暴風眼 10號當局稱酒吧群聚的密接人員 為4402人 感染者涉及12個區 奪迪再次被封控 在酒吧群聚感染事件中 一名年輕人的行程刷爆網絡 被外界稱為以一己之力癱瘓半個北京城 小夥子從遠郊懷柔 殺入北京核心地帶東直門 活力四射的行程成了當局清零的難題 網上更是出現打油師 感嘆一覺醒來 萬人失業 在中國經濟重鎮上海疫情暗潮湧動 當局反覆封鎖 民眾搶菜成了新趨勢 上海政府稱11號起對至少7個區 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 涉及約1400萬居民 而米航區長明區已經通告 將在此期間封閉管控 但由於當局一再不守信用 俄帕勒的上海居民只好趕快囤積物資 現在在上海的人都很敏感 很恐慌 一聽到分閉兩個字 就會瘋狂搶菜 南昌路 南昌路 茂名南路 又瘋了又瘋了 這一天天 我這上著班 我這提心吊膽 每天又有大巴來拉人呢 目前世界銀行將中國2022年的經濟增長預期 大幅下調至4.3%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也在本週表示 清零政策削弱了整個中國的吸引力 也與世界脫軌 新唐人記者宇婷 綜號報導